沒戴安全帽的黑衣騎士 一路逆向緊緊貼在計程車旁邊 沒想到他卻突然伸手亮槍 後座乘客嚇壞立刻報警 原來就在不久前 男子騎車衝出巷口 不滿計程車司機按了聲喇叭 竟然就尾隨在後 做出一連串的瘋狂行為 亮槍是會怕 應該會嚇到吧 會很緊張 是否在新北三重光新街 前號清晨6點多 騎士被小黃司機按喇叭 瞬間暴怒猛穿油門 逆向騎到駕駛座旁邊 掏出手槍 朝司機恐嚇 雙方爆發行車糾紛 檢房貨報後不敢大意 立刻調閱沿線監視器 以車追人 終於逮到歧視 不過他拿的不是槍枝 而是槍型的打火機 在案發後兩小時內 立即將犯前通知到案 犯前工程是因為心聲不滿 拿出槍枝外觀的打火機 想要嚇一下電車司機 雖然只是打火機 但男子的舉動 已經讓乘客感到恐懼 全案也將以恐嚇罪 移送新北地檢署偵辦 另外違規沒戴安全帽 逆向並行騎車 警方將檢視相關畫面後 開單舉發 這裡是楊潔 陳冠宇 新北報導